你相信光吗?你想成为奥特曼吗? 变身过奥特曼的都知道,想要成为光之巨人都有一些契机 而且每一个奥特曼第一次变身时的原因和方式都不一样 今天阿泽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所有TV版奥特曼中人间体的第一次变身大牌点 看看他们是如何变身成为奥特曼的 学会了这些,说不定哪听有机会真的可以变身成为光之巨人 首先登场的是1966年的初代奥特曼 他在押送宇宙怪兽百姆拉的时候意外让怪兽逃到地球 化身成红色光球的初代在抓捕怪兽的时候 意外撞毁磕特曼队队员早田静的飞机 早田静因此忌讳人亡 初代看出对方是一个善良的人 于是把自己的光之能量给了早田静 所以想要变身初代,那就得被陨尸砸中 这个几率实在太低啊 但话说回来,初代这长相真的有点苛逞 可能很多小伙伴并不想变成这样一个一点都不帅的奥特曼 初代登场的第二年,作为恒星观测员340号的赛文奥特曼 为了制作轨道图来到地球 大家都知道赛文是个文官,从不醉价酒驾 来到地球时也没有像初代一样撞死过人 所以赛文奥特曼用了自己的理人化猪星团化作人间体 因此想要变身成为企业 你首先得是企业 初代奥特曼登场后的第五年 杰克奥特曼也来到了地球 当时的地球正值怪兽频繁出现的时期 奥特之星为了守护宇宙和平 派杰克前往守护地球 杰克奥特曼的人间体相修术 原本是一个善良正值的赛车手 怪兽在城市破坏的时候他奋不顾身救下了一个孩子 可刚要脱离危险地带 相修术又看到了一条被困在楼道里的小狗 为了保护孩子和小动物 相修术被怪兽摧毁的建筑杂种 送去医院后不治身娃 这一幕正巧被杰克奥特曼看到 相修术变身的出发条件是 舍弃自己的生命守护其他生命 而且这当中不仅仅只有人类 这个设定和当下流行的救人后 死去再重生给系统有点像 非变身者会杰克奥特曼 或许真的可以成真 但有一点要劝告小伙伴们 在他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量力而行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1972年继杰克之后 艾斯奥特曼也来到地球 他的到来和杰克的任务是一样的 同样是怪兽大爆发的时期 为了保护地球而来 而这一次艾斯的人年机会有所不同 因为有两位 北斗星斯为了阻止怪兽破坏 开着汽油车就撞了上去 结果在大爆炸中 北斗星斯不幸身亡 在不远处的南希子也被波及 失去生命 艾斯为了救他们俩 给了他们一人一枚奥特戒指 只要两枚戒指结合 就可以变身成为艾斯奥特曼 后来南希子因为个人原因退出 北斗星斯拿到了对方的戒指之后 也可以一个人变身 说实话 北斗星斯这样变成奥特曼的方式 阿子极其不推荐 开着自爆卡车去玩同归于尽 还不及了其他人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这样的做法一点都不好 为奥特曼不来呢 那不都白给了吗 艾斯登场后的第二年 太子爷泰罗奥特曼也想起来到地球历练 但泰罗的人间体却不是他本人选的 而是奥特之母帮他选的 原因是用人类入神打怪兽的冬光太郎 被怪兽从天上扔了下来 恰巧被奥特之母的人间体绿婆婆救助 他只是说了一句 对方长得像自己已经去世的妈妈 结果绿婆婆就送了他一个奥特徽章 而这正是泰罗奥特曼的变身器 说实话 这剧情实在是太勾血了 以后是不是阿泽见到面目和善的老人 说他长得像自己的妈妈 那么对方是不是有可能送自己一个变身器 那么阿泽是不是可以变身成为阿泽奥特曼了 1974年 雷奥特曼登场 而雷欧之所以能变身是因为当年M78星云制造出等粒子火花时 有一时光照到了L77星球上 王室所有成员以及一颗红色宝石都被照射了 所以之为L77的王室成员 搭配上宝石切来的碎片力量就能变身 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按照以上说法 只要被等粒子火花照到就能变成奥特曼 但等粒子火花在遥远的M78星球 距离地球也就300万光年 抛开人类的寿命不谈 用现在地球上最快的分析器想要飞到M78星云 至少得上一年的时间 所以对于小伙伴们来说 雷欧的变身方式基本上不可能 时间很快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昭和时代的最后一位奥特曼 艾迪登场 同时登场的还有艾迪奥特曼的女友 Yulian奥特曼 他们俩的登场并没有那么华里胡哨 一个是叫里克的史迪蒙老师 另一个则是叫体操的新娘子老师 然而尽管艾迪奥特曼 被称为昭和全能王 但艾迪的造型太糟心了 简直和潘长江老师一模一样 小伙伴们看了就没有变成成为艾迪的欲望了 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是奥特曼 并没有任何人间体的说法 昭和时代结束后 平成奥特曼正式登场 1996年的迪加上线 作为平成第一要 这部作品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不仅将奥特曼这一形象 重新拉回了人们的视野 并且在无数九龄后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而作为远古的亲儿子 远大古 之所以能变身成为光之巨人迪加 是因为他身体中不仅流长着远古血脉 更重要的是 他心中有光 虽然是触发坠机被动才变成奥特曼 但这点并不重要 因为即使不是坠机 大古也会以其他方式变成奥特曼 而作为一个忠实的奥特曼 谁不想变身成为迪加呢 毕竟当年在电视机前 我们都毫不犹豫的把光都借给了迪加 不过有一说一 迪加的变身技术条件 就是身体里面得有远古光之继承者的血脉 最少等是真目进目那种高度相似的 不然是变不了的 因为迪加空前的成功 第二年远古又推出了戴纳奥特曼 但在设定上又做出了巨大改变 原本保卫地球的人类 已经开始向宇宙进发 作为超级胜利队队员的飞鸟性 在与怪兽作战时 意外坠机 触发了召唤奥特曼的被动 但飞鸟性变身也是有前提的 因为飞鸟性的父亲 飞鸟翼马 曾经的胜利队天才飞行员 在一次的任务中化身成为了光 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也有人说飞鸟翼马就是在拿 但这一点并没有被证实过呀 1998年 盖亚和阿古如奥特曼相继登场 刷奥的同时出现 又是TV版中的一次巨大的改变 大学生高生我梦 在搞科研的同时看到盖亚奥特曼 因此和大地守护者盖亚产生了联系 在一次灌兽入侵地球时 我梦看到了防卫队的飞机被击毁 他用着强大的信念得到了盖亚的认可 于是化身成为了奥特曼 同理科学家腾空伯爷 因为得到了海洋守护者阿古如的认可 才变身成为奥特曼了 因此想要变身成为这两个奥特曼 至少得是个大学生 而且还要会搞科研 继盖亚阿古如之后登场的是 2001年的高斯奥特曼 怪兽研究员春野武藏 因为小时候救过高斯 被高斯赋予变身器日光辉 所以在后来触发坠机被动的时候 理所当然的变身成了奥特曼 因此想要变身成为高斯的前提是 小时候要救过奥特曼 而且还要有对方留下的信物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长大之后还得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004年Nexus奥特曼登场 这位大人前前后后一共有五个人间体 但其中三万人间体都被Nexus搞死了 这样的设定 阿泽只在吕布身上看到过 认过三个衣服 结果克死三个衣服 所以这位大人的变身条件 阿泽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毕竟你有这么多命客吗 2005年登场的MAX 作为MAX的人间体 东马快斗 他变身的条件 结果和捷克的剧情相似 都是在救了一个小孩之后 得到了MAX的认可 但又多加了一条 祖传坠机变身的设定 因此变身MAX的前提条件是 先救人再坠机 而自从2010年开始 远古家族因为财政紧张 把公司卖给了万代之后 道具组就再也不相信光了 而是变得相信钱了 为了推出各式各样的玩具 变身成为奥特曼的设定 变得越来越离谱了 比如说2013年的银河奥特曼 祖传银河火花 作为祖传圣剑放在家里供奉着 这... 这变身条件也是没谁了 必须祖上有人才行 而2014年的维克特利奥特曼也是一样 一以人想得到的也是祖传道具 维克特利圣枪 而接下来的变身剧大多也都是如出一辙 2015年的X奥特曼 需要X中端层的变身 2016年的欧布 洪凯需要欧布圣剑 17年的杰德需要杰德生化剂 18年的罗布双奥的变身条件 则需要罗布回旋闪光 他们的妹妹格里奥特曼 变身则需要真言回旋闪光 19年的太家变身剧 需要太家火花 同时太家火花还可以变身成为 太达斯奥特曼和风马奥特曼 20年的泽塔变身则需要泽塔生化剂 而21年的特利家奥特曼 你说完全照抄迪家吧 只能说一模一样 就连变身剂也是神光棒的改版 胜利神光吧 22年的德海奥特曼变身 需要的则是奥特地闪光剂 最新的布莱泽都需要的是布莱泽手镯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在看完了这些奥特曼的人间体 是怎么变身了之后 对于变身成为哪一位奥特曼有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